首先我第一個要重建的一定是 沙子製程嘛對不對 現在在重建製程喔 把這些箱子都翻遠一點 重建我的製程 沙子樹在這邊喔 全新的製程 這個這個都應該都應該要先拆掉對不對 不要在這邊妨礙我們 都把這些的製程先 先處理掉 之後會有全新的平台 然後一個一個規劃好 空間有沒有 專屬於他們的製程 那個因為沙子目前用量特別大齁 所以我們特別先處理 這個能量管線呢 我打算讓他自動化 直接連接到這個板材的下面 電力網就這樣直接鋪上去 只要放在上面的往下挖 就有電線可以取用 感覺很棒耶 好啦馬上來鋪 電力網已經連接好了 這樣子該打包的就會開始正式的打包嘛 好把這個補起來 這裡也幫你鋪地下畫 該導出的全部都導出 很好很好工廠正式開始工作了 那我這邊也要導出一下 從這裡連接到這邊 然後把沙子也導出嘛 我合成沙子就要導出沙子 之後會多出沙子相果 我記得我是燒成玻璃嘛 就是玻璃變成玻璃熔液在這裡 玻璃熔液 我真的有在用嗎 不然導出一點玻璃好了 現在開始導出好不好 我們漂亮的玻璃產線 完成囉 從這裡有相果輸入 然後這邊燃燒完 輸出到桶子裡 導出 其實可以直接導出耶 我不一定要輸出到桶子裡對不對 不過我這個桶子 目前沒有其他作用 先這樣子好不好 早期的 早期就應該要輸出了 沒關係先這樣子 然後現在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讓熔岩灌進來 熔岩機熔岩機熔岩機 直接放在這裡 讓電力從下面灌上來 再用液體管道把它們連起來 這個要分開 好這樣子 沒問題 最後這個物品管也要導出齁 把這個物品 這個是玻璃嘛 導出來 把這個放到板條箱裡面 透明玻璃 之後我就有源源不絕的透明玻璃可以用 我就可以裝飾一下 我這邊 我主要是想要把這個工廠圍起來 讓它有那種 呃 那種觀光工廠的感覺 接著我把這邊的東西 擦除齁 原本的二樓 全面擦除 這些都不需要了 欸咻欸咻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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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擦乾淨有沒有 接著我就要把這些 呃..製程 慢慢地 舊定位齁 一個一個把它搬到定位來 然後全面 全面改建 工程浩大欸 欸我的屋頂 我房子的屋頂 都還沒開始建欸 花了一段時間齁 我終於重新排列了這個 金屬的流程齁 重新排列過了一次 然後那個地下管線走 那個這裡有一個墊 這一條走墊 然後這裡走岩漿管 這樣子外面的管線就比較少 大部分都藏到地下去了 這樣感覺好像更 更漂亮對不對 因為這一個鐵樹苗是 超強的齁 所以我把它弄成了 山管 山貢欸 這裡全部都是用鐵琥珀啊 山管在這邊融 不知道夠不夠欸 然後這邊還有用鐵橡果 這邊打包機 打包出來 就供應給這三個 然後融融 然後排出 這樣子產率應該 蠻高的對不對 那其他的沒有改成那個 藍色覆蓋物 所以就頂多就是一個 打包機 然後另外一個多的橡果 繼續融融 那這個是標準產線 後面的有些就只有先用打包機 還沒有 還沒有第二個產線出來齁 那個等我 有時間 再慢慢複製出來 先把那個非金屬類的 也通通移好啊 我的非金屬產線 也移好了 這個鑽石 鑽石因為 融得比較慢喔 所以我也給他三貢 有沒有 三貢再融 然後這裡打包機 原本是打包機放在 放在不曉得哪裡 反正我把它放在旁邊啦 就是這裡 這1 2 3 4 原本嘛 青金石 紅石 呃 綠寶石 通通都是同一個打包機嘛 在這裡打包 然後 全部輸出有沒有 然後管線走 走比較直一點 然後後面這個是兩個打包機 因為這一個 呃 這個的小 小煤炭也可以打包喔 所以 煤炭就佔三格 然後相果佔兩格 總共才六格 不能再增加了 太好笑了有沒有 六格又滿滿 好啦 然後這個 底下這裡 全部都有長電線 很好 我覺得很好 設計得很完美 之後那個殘線 要補充的時候 再慢慢想辦法喔 因為還有 1 2 3 4 5 5棵樹還沒放進來欸 所以 工廠還要再增加欸 工廠要再增加的話 就要增加 土地面積有沒有 哇哇哇 補補補補補 補土地面積了 第三條工廠線 要出來了 欸咻欸咻 補土地面積 土地面積 哇這樣補好快喔 超爽的有沒有 好了 我的產線 總算都放好 規劃完了 那個後面還有一點 這些哩哩哩哩的東西欸 我要不要也一起 搜一搜啊 這些樹 這些 這些 是不是也要 在這邊集中處理 放在第三條產線上面 欸 好啦放啦 再幫你移動一下 我看一下這些 橡果樹脂 我記得我沒有 沒有使用它是有原因的 橡果只能 發電 打包 融融 融融之後 有甜甜圈液體 然後可以做成甜甜圈 蛤 蛤 你在說什麼 感覺好廢喔 這個樹本身就會產生甜甜圈了 所以 除了甜甜圈以外的東西 我全部都應該丟掉對不對 就是 25%產生甜甜圈 這個和這個 就是垃圾 把它都丟掉好了 好像不錯齁 那個培根也是齁 所以培根橡果 這些 超廢的欸 超廢的欸 除了 拿去發電 這個橡果還能發電 樹脂連 發電都不行欸 超廢的欸 好啦好啦 我在後面放一個 箱子 然後 多的把它丟掉嘛 對不對 把這三個全部都用成 溢出清楚喔 然後 幫你把管線連上 有問題的 不是有問題的 那個不要的 就直接丟掉了 溢出清楚 然後 其他的 就可以倒出了嘛 那個橡果可以發電 其他的 還是有一點用處的啦 就 倒出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 集裝箱 欸 目前控制 還算控制的蠻好的 好 還可以再 再撐一陣子好不好 現在我不想做這些了 我想要把我的屋頂封起來啦 不要再搞這些產線了 去封一下屋頂好了 我的屋頂要用黑瓦屋頂 所以要用黑色黏土 來來來 複製一下 哇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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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行了 一下就不行了欸 這個還要再拿去燒 燒一個有三個磚欸 還不錯欸 燒一個有三個 那我來燒一下 欸我發現我還在用 這麼傳統的 燒製方法喔 熔爐 然後上面放漏斗 既沒自動化什麼都沒有 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需要 可以加強的 這超 超遜的欸 你可以用 通用機械的 充能 呃 野煉爐 來代替你的原版熔爐了 充能野煉爐 就是通電的是不是 我就不需要在這邊 這麼蠢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 充能 野煉爐 看一下要怎麼做 充能野煉爐 我做得出來欸 他應該很神吧 應該比原版的神很多吧 對不對 充能野煉爐 做 欸 插中間這一個 中間這個是什麼 鋼質機殼 做 哎呀插� 鋼要合金 我去把這些外面的機器 全部收一收放在家裡好了 以免 要做的時候什麼都做不出來 秋風把那個外面的機器回收一些回來囉 分別是 合金爐 粉碎機 野金灌柱機 和分解磨床 欸 這裡 我是要用這一台嗎 對不對 用鐵 加 加煤炭 就可以合成鋼 速度 好像有點慢欸 這裡應該可以提升速度的 把它放進去 欸 來來來來來來 提升我的速度 現在凡事就是要快 提升速度的在這個 以消耗能量為代價 提高運行速度 消耗能量 沒問題啊 我願意消耗好不好 我願意先做十個來好不好 我還可以做更多個欸 做十 十二個來 多兩個 我把這一個 通通放下去 十二倍了 唉唷 唉唷 快很多 欸 這樣子 我外面有一台 那個綿氧的 不是 棉花的機器 是不是也可以放 對啊 這裡 小製造機 這樣子 製造的 就會快一點 對不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 超慢的 你看這個 都要爆滿了 還做不完欸 好好好 好像有必要 多做一點 唉 一不小心就做了 一組多 這可以 有效的提高 我們的效率了吧 把它放在這邊 把它放在這邊 話說我要這麼多 這個 這個幹嘛 我要這麼多線幹嘛 給你一組下去了啦 喔喔喔喔喔喔 欸消耗的 消耗的功率還蠻高的欸 哇哇哇 欸沒 沒 沒能量喔 這個 這麼吃電喔 唉唷 這樣子不行 那樣子我的電力哇 要再多一點電了 夠啦 夠啦 我覺得夠啦 我這個速度這麼快 一開始我還擔心不夠 擠人優天 超夠的好不好 我把這個 充能野金爐 做出來了 快聞起來 然後也把它放到這裡 這個充電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東西 拿來這邊燒一燒了 喔 唉唷 這裡 這裡已經燒完了 把拿來這裡 然後放到這裡面 去燒一燒 呃 速度 好像也沒有 特別快 對不對 這個 有比較好嗎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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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升級啦 可以升級 可以升級 快速 是不是 又要加速了 這年頭一直在學這些東西 呃 要提升速度 就是這一個 提升機器速度 這個 這個我應該直接做得出來吧 登登 有有有 二粉 唉 二粉不足 先做一個 要快 我們來幫你提升速度 登登登登登 登 選擇有沒有 提升速度 效果 1.33 哇 一片才1.33喔 這麼call喔 這麼call喔 那我再把 二 拿來粉碎一下好了 這麼call喔 幫你們把速度都提升到 八級 這一個應該可以有八級了 五了 六了 五點六 七點五 八是十倍 哇 提升十倍速欸 感覺不錯欸 這個也給你升好不好 提升十倍速 充能野煉爐 我也幫你升級到八級了 有沒有 唉呦 這個也八級 那個也八級 全部都八級 這個 這個是35倍 這不是八級的問題 好了把東西可以放進去了 欸欸欸欸 有人在這邊堵我欸 欸我家是不是太暗了啊 你哪位啊 先生 你在這邊堵我 這我家欸 看來 要趕快 趕快把我的那個 屋頂封起來了 我懷疑他是在那個 這上面 對 牆壁上面生怪的 竟然在外面堵我 欸我發現 發電不行了欸 一台撐不住了 有沒有 一台撐不住了 他們真的在 真的在向下降了 哇哇 撐不住了 撐不住了 好好好 我這次要來我的 除用發電 我有收集一些相果嘛 對不對 簡易除用發電 把它升級成 高級除用發電 高級的除用發電 這樣子我就可以把這一個 變得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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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個箱子 改成放一些相果好了 這個好像會比較好 目前裡面放的是樹苗嘛 我覺得樹苗 樹苗好像用不太到欸 為什麼又有原木 原木香混在裡面 好了好了 能量灌進來了 除用發電 給他兩組就好了啦 這樣子 欸 那個用相果 直接在這邊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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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電出來了欸 充滿了充滿了 又再度充滿了 第二台有沒有 除用發電 那這樣 這些機器 就不會沒電了 好了 基本上來說 沒什麼問題了 現在黑磚頭 也夠用了 夠支持我 幹一些烏瓦了 有沒有 唉唷唉唷唉唷 好多喔 我們來蓋了 屋瓦 我們家要開始了 然後把建築小幫手 改成樓梯狀的 好了 我們建築小幫手 建築小幫手 建築小幫手 哇哇哇哇 屋瓦 屋瓦就這樣排上去了欸 好像蓋太高了齁 好像不需要這麼高欸 我的屋瓦 哇 秋風第一階段的 瓦片作業 蓋得差不多了 我做一下那個 底下的那個 裝飾好了 這個斗拱 斗拱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做一點來看看 還有這個 呃 雕飾 雕飾也做一點來看看 還有什麼東西 落掛 落掛 欸落掛要這個 中式橡木 我也做一點 哇 落掛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來看看齁 放在底下 唉唷 不然底下是這樣子的感覺欸 欸裝飾 這裡好像還蠻好看的欸 那這個咧 喔喔喔喔 欸這個也不錯欸 這個也不錯 那 單純的裝飾咧 欸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直延伸過去是不是 欸 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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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我 我大概知道要怎麼用了 先還給我 我要把斗拱裝在這裡 做裝飾 中間用斗拱 這裡用 弱化 欸咻 這個叫弱化吧 弱掛 欸欸 欸 這樣不錯吧 斗拱加弱掛 好了 我的裝飾弄得差不多了 唉唷 這我感覺 更有中國風了對不對 裝飾弄完了 欸我應該要用一個 燈籠對不對 在裡面點燈籠 這樣子 垂掉 讓裡面比較明亮一點 好了我做了幾盞 弓燈出來 把它放在這個的 正 正下面這裡 弓燈 欸我還放不到欸 還要放不到 還要預空是不是 欸咻 欸 這裡會不會太高啊 欸 放三盞 嗯 嗯 太高了對不對 應該要垂降下來一點 好了好了 垂降下來一點之後 欸 感覺比較好看了欸 OK的 欸 不錯欸 等一下我這個箱子怎麼了 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塞住了 怎麼 忽然又堆了這麼滿啊 之後再處理好不好 我還在蓋我的家 你們就 再 再撐一下好不好 再撐一下 繼續蓋好不好 來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